昨日清晨,澎湖海巡队接获七美卫生所通报 一位印尼籍鱼工因为急性腹痛,疑似是腹膜炎 急需护送马公就医,请求派艇赶赴现场救援 澎湖海巡队派遣线上的巡防艇紧急赶往 抵达七美港顺利搭载病患 医护人员以及陪同人员共三人 顺利抵达并交由消防局救护车 再往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就医 根据了解,该名外籍鱼工被卫生所诊断 可能是兰尾炎,想要申请澎湖驻地医疗直升机后送 却遭到空审中心以外籍人士为由拒绝审核 最后由澎湖海巡队巡防艇接手 将外籍病患后送马公就医 因本县驻地医疗直升机是澎湖县民的福利 观光客以及外籍人士必须致富额 外籍人士需全额致费将近20万元 本县外籍劳工人数多 并正常投劳健保 但卫福部空审中心仍以外籍人士为由省据 因此致富额只能转嫁到传东负担 记者陈荣誉报导